大家好,我是爱语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拒绝迷语人 命运的织布机计划到底是啥 卡利贝尔的结局 罪人的真实身份 语言神4.7前瞻双子旅人 带阴热物全面解析 带阴四雷布空影卫行之路 仿罪终九之梦 4.7前瞻这次信息要爆炸 双子任务魔女会情报 以及最后的纳塔情报 简直应接不暇好了 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来开始分析一下 这些情报吧 首先要分析的肯定是 我们期待已久的双子任务了 根据前瞻内容的爆料 本次的剧情是紧接着 上次的魔神任务 卡利贝尔进行的 啊? 大家都忘了上集讲了啥 那我们简单的回应一下 深渊造传的创始人 他的儿子名字叫卡利贝尔 卡利贝尔变成秋秋人 然后他爹呢 就想办法想让他恢复神志 最后在神秘深渊角色 罪人的力量加持下 卡利贝尔最后成为了 命运的知己 在剧情结尾 戴因卖了个关子 说他已经知道了罪人的身份 下次见面就告诉我们 罪人究竟是谁 而新的双子任务 戴因应该是查完资料回来了 最起码这个任务 会告诉我们罪人究竟是谁 之前大家对罪人的普遍猜测 都是曾经的卡利贝尔高层 他们在贤者的引导下 研究深渊力量 最终导致卡利贝尔毁灭 所以 罪人应该不只是一个人 而是一批人 在卡利贝尔灾厄爆发之后 这些人也应该是 真正的投入了深渊的怀抱 成为了深渊邪神之类的存在 而他们的头领 应该就是坎瑞亚黑日王朝的末代皇帝 伊尔明 那么这个出现在深渊晶体中 自称罪人的灵魂到底是不是伊尔明本人呢 还是说是那一批深渊追随者的一员呢 希望能够从戴因口中知道正确的回答 不要再命运人了哦 接着就是讲述了卡利贝尔的后续故事 在之前的剧情中只是说他成为了命运的知机 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那么 命运的知机到底是什么呢 个人猜测 应该是被深渊力量深度驱逝后 成为了类似深渊使徒一样的高级战力 从而摆脱了人类肉体的束缚 同时也提升了生命的层次 成为了超越这个世界命运的超脱者 也就是说 这些存在都是不受天理命运系统控制的存在 卡利贝尔极有可能是成为了高级深渊生命 在后面的剧情中 出现了一个从未听到的声音 但因此了一步打云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命运的知机 已经完成了 我猜测 可能 就是这个卡利贝尔 他应该在深渊教团中拥有不敌的地位 毕竟他爹就是深渊教团的创始人 既然凡主是公主殿下了 那么卡利贝尔有可能就是凡主手下的大将 真的好期待后续的剧情啊 这次的魔神任务名字叫 睡前故事实在是太阶地气了 同样是让人一头雾水 再次结合本次前瞻的英文名翻译成中文 就是交织在一起的永恒梦境 那么稍微好理解一些 就是说任务中旅行者会进入到一个梦境之中 而之前代言讲述的故事应该就是之前故事 总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在最终幻面中 旅行者和凡主见面的地方确实很像一片梦境 旁边还有一个浮空岛 但是相见的两人应该都是本人 在结合标题交织在一起的永恒梦境来看 迎合空两人本身就具备着相互感应的能力 这次的任务中因为某些原因 真正的在相同的梦境里碰面了 那么两个人碰头会聊点什么呢 上次见凡主已就是三年禅的事情了 之后凡主就率领寺院教堂故意躲开旅行者的路线 虽然旅行者一直见不到凡主 但是凡主是持续的保持着对旅行者的关注的 可能是凡主确实是想哥哥了 但也有可能是因为纳塔之旅存在风险 而也凡主才会特地现身来告知哥哥情报的 毕竟纳塔是旅行的第六个国度了 下一个就是大谜底之东了 所以在纳塔必然会爆出很多世界级的隐秘 这就代表着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妹妹提前来告知一声很合理吧 总之不管是什么原因 妹妹在这里估计会透露极其重要的情报 最后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其他的画面 首先这个建筑风格很像渊夏宫的地方 其实这里是原古统一文明时期的建筑风格 因为渊夏宫就是原古统一文明的城市 在王座之战时掉落到地下岛 而是层岩聚渊的城市遗址同样也是相同的建筑风格 在卡利贝尔任务中 那个自称罪人的神秘晶体所在的城市也是相同的风格 而这个断头的雕塑 同样也在渊夏宫以及层岩的遗址中出现过 这可能是原古统一文明的某个信仰 可能是因为天空岛的禁忌所以毁掉了它的面容 它到底是谁 迄今为止还是一个谜团 所以本次魔神任务中应该就是一个统一文明的遗址 这里面很有可能存在着深渊相关的力量或者是罪人 凡主通过深渊传送门直接找到了这里 这里凡主使用的是游戏开局时的黄金键 附带着黄金力量 而上次凡主出场时使用的是深渊力量 我们要知道在游戏开场时 双子准备逃离凯元亚遭到了天理维系者的拦截 但是双子使用的就是黄金性的力量 可以说这是他们原本的能力 但是双子被天理封印 旅行者五百年后苏醒 实力就被封印了 使用不了黄金的力量了 自己的黄金键也不知去处了 但是凡主的封印却在不久之后就解封了 并且它的实力也没有丢多少 若然可以使用黄金力量 所以问题就来了 天理维系者为什么没有封印凡主的力量 而且还给它解封了呢 这里面是不是有千里某个不可高人的布局呢 好啦我们接下来继续分析剧情 这里手拿黄金键的凡主见到了戴因 这对曾经的旅伴如今却成为了敌人 再次见面的两人是会打一架呢 还是来一波哲学辩论呢 打起来打起来 最后说话的声音疑似是卡丽贝尔所说 前面的内容实在是太谜语了 而且画面和文字有PVC大的嫌疑 所以这里就不做推测了 只分析最后的话 命运的知机 已经完成了 就像前面所分析的那样 命运的知机代表的是 已经成为超越命运的存在 其实从凡主的行为就可以验证 无论是游戏刚开始的欺识特晚龄 还是金蟹魔神奥赛尔 以及藏颜下的深渊腐化判罚之丁 其实整体思路都是一脉相承的 那就是通过深渊的力量来切死某箱物品 再结合卡丽贝尔的造域就可以判断 深渊教团一直在通过这种深渊侵蚀的方式 来制造不受天理控制的超越者 那么本次任务中深渊教团 可能也确实是完成了某个命运的知机 最后就是戴因斯雷布所说的 将要向他们所有人复仇 我个人猜测可能是那一批罪人 正是因为他们过度使用誓冤的力量导致灭国 所以戴因会认为他们是罪魁祸首 于是在卡丽贝尔任务中 戴因才会毫无敬意地称呼他为那家伙 这也可以解释戴因为何会有如此矛盾的观念了 因为虽然七成与凯云雅的毁灭有关 但是他知道真正导致凯云雅毁灭的 其实是这一批罪人 所以他虽然对七成有不满 但他的茅头一直是指向真正的元凶 所以在这种心态下 戴因说出这句话也完全合理的 以上就是对前瞻中魔神任务相关的分析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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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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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